大家好,欢迎来到鱼传二胡世界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把琴就是黑玫瑰坛 那这一把黑玫瑰坛是高配版 所谓的高配版就是有朋友需要用瓷木头 但是他要搭配高档的皮 那以及做出特殊的造型头 那这个造型头呢是小凤头 开眼的小凤头 我们一般也会看到闭眼的小凤头会有两种 那就是用瓷木最朴素的瓷木的枕 然后搭配小凤头 然后我们用一样是全木窗 全木窗搭配黑玫瑰坛 然后用上高档皮 那这个高档皮就是说 我们一般高档皮并不是说只看这个灵格的大小来判断 灵格是一个外观 那我们实际上是要看这个皮质 皮质 因为我们都知道野生蟒皮的灵格都不大 各位可以看到 这灵格都不大的 灵格都不大的 因为野生蟒皮灵格是不大的 太大的野生蟒也不容易抓 也没有人会去抓 所以我们一般看到说野生蟒很大格的 那基本上有待争议 因为那么大的野生蟒也抓起来也危险 也不一定有人愿意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而且也没有必要 所以我们看到的野生蟒基本上灵格都不大 那基本上它的皮质要非常好 不管是野生蟒还是养殖蟒 高档的皮 这个本身的皮质的厚度跟它的韧性 还有它的纤维的密度都是要非常好的状态 这个皮的整个的反馈的声音 是非常非常的坑坑有力 那一样 我们把琴码卸掉 再听听看声音 整个是非常扎实的 那我们一样的要求就是心情 我们皮的紧度一定要足够 一定要足够 但是不能过紧 但是要足够 让它有心情该有的声音 那并且能够长效的使用 不容易塌皮 那一样我们这个高端皮 这张高端皮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出来的声音一定会很不错 那我们今天也会来看到这一把 黑玫瑰坛的高配板 高配板 配上高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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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造型头 小凤头 这样的黑玫瑰坛会带来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我们今天可以看一看 那也会跟各位情友在分享一下 在我教学二胡中 遇到的一些学员学习上的一些问题点 在跟大家分析跟探讨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在我教学的时候 遇到学员在外旋施力上一些错误的方式 那我们一般在外旋施力 是第一点是放着之后会有一个自然的力量 那如果要额外的施力 是在公主跟垫片这个位置 顺着琴的斜边 将公主往斜边顺着施力 往斜边顺着施力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让公毛跟弦紧紧咬住 这记得是顺着这个斜边 那很多同学会有一个错误的方式是 将这个公主往琴压 这样其实没有增加力量 反而都不要用力 还比较大声 你一往琴压 你只是把一个力量往回收 并不是这样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 当往琴压的时候 这个公主会一直摩擦这个护角 也就是垫片 那你就会看到这个垫片 角落这边会开始凹陷 整个后来越来越大块 到最后破掉之后会磨到蛇皮 那磨到蛇皮如果还不处理 蛇皮破了就变成整张皮要换掉 所以学员们在学习的时候 只要发现到这个护角边边已经被公主磨出了一个凹洞 快要破了之前就赶快拿给你的指导老师赶快换垫片 否则垫片破了 在蛇皮再破掉那这蛇皮一定是就是要换掉了 那垫片是可以换的皮也可以换只不过这个处理下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 垫片蛇皮 垫片快坏了我们可以先把垫片换掉 那千万不要让他等磨到蛇皮的时候再来换 有时候声音很好的状态你把皮换掉 这禽又变成新的又重新要从头痒 那记得在施力的时候不是公主往前上这样压 而是往斜面顺着这个斜角 顺着这个斜角把公主往前往下推出去而已 不是往前这样一直压 不是一直压垫片 公主特别记得这个方法上的问题 那如果各位对自己的施力方式不是很确定 你上课的时候你可以问你的指导老师 你看看你外选的施力方式对不对 那基本上你只要看到垫片护角这里有凹痕 有凹洞就代表你施力方式是有问题的 一般我们在拉几年下来这个地方都不会有凹洞 那只要你施力方式不对 很快的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凹痕 就是这个公主摩擦出来的一种 摩擦出来的一个凹痕的痕迹会在这个地方产生 所以各位在上课的时候赶快问一下你的指导老师 或者是你自己看你的琴 你的琴的这个护角如果已经有凹痕就代表你施力方式是不对的 这个必须要去改进重新学习 那这个就是外选我在教学的时候发现到有许多的学员在用力上有一些问题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吃影片很适合你没有老师教学你自己学 那你可以一点一点的从我这个影片里面去改善自己的错误 那会越来越好 那如果你已经有跟老师在学习 那请你照着你指导老师的方法 指导老师的方法一定是他自己都能够拉得好 那照他的方法你也一定能够学到有一定的程度 那千万不要认为说看影片学习就可以学得很好 因为这个乐器本身任何乐器都是双向的问题 并不是单向的 就是老师要知道你的问题 你也要让老师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必须要有专人指导 那以上是外旋施力方式 有一些产生了错误的方式的一些分享 今天分享到这边 那我们今天所用的这把琴就是黑玫瑰坛的高配板 配上高档皮 然后再加上有特殊的造型头 那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这一把黑玫瑰坛的声音 一把琴就是黑玫瑰坛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